《非诚勿扰》 其中夏明与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曾有一段关系 报道指出夏明生于四川成都 是美国少数研究中国政治的华裔学者之一 现在任教于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和斯泰顿岛学院 他1981年考入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 与王沪宁同为大学校友和同事 中央社补充说 王沪宁还在1982年至1983年 教授夏明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和现代西方政治思想课程 不过在六四事件中 由于夏明支持学生 于是与王沪宁分道扬镳 决定远赴美国攻读博士 此后夏明逐渐成为了一位海外知名自由派学者 并于2007年成为美国公民 2008年汶川发生大地震 夏明等人进入灾区 要拍摄纪录片时遭四川警方扣留 之后被驱逐出境 而在2011年底 广东乌吹事件爆发后 夏明要从台北飞往德里 但在广州白云机场转机时 他的美国护照被短暂没收 并被告知不能通关 且在登机牌都没有拿到的情况下 就被当地警方货送到一台等待他的班机上 从那之后他就没有回过中国 长期以来 中国因学术审查封杀了不少美国学者 近日美国媒体披露 为了防范潜在的间谍威胁 在2018年间 多达30位中国学者和专家的访美签证 被吊销或被行政审查 对此有舆认认为 美国次举可能是出于对等外交的考量 新闻时事报 记者 孙云山 真理报道